好 那在 rdworks 里面呢 我们在第一次做设定的时候会注意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你的系统的设置 设置里面的系统设置 这个地方会根据你的机器去做设定 那台湾三轴80瓦的呢 是机器的原点是对其左上角 激光头的位置也是对其左上角 大概是这样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在设置里面还有一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呢 是指你这个工作区的大小 也就是你的雷切机 雷切机的最大的尺寸 可以切割的最大尺寸 那以我们这次发给学校的是6040 所以就是600mm 乘上400mm 这样子就可以 就可以将设定给调整好 这是我们工作区的大小 那如果你不调工作区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其实也没有关系 那再来还有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扫描 填充扫描图形 那这个扫描图形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雷切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一个是做扫描 也就是雕刻 另外一个叫做雷切 就是把它切割的部分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图案 我们是要做扫描 然后另外有一个图案 我们要做切割 那我把它选不同颜色 因为我们这个参数都是设定在颜色里面 所以你看一个扫描一个切割 可是在图案看起来你只有两个颜色不一样 比较不容易分辨 所以我们都会习惯在 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扫描的就是要雕刻的这一种类的 把它打勾 就让它填充起来 让它用色块做填充 这样子我们在做设定的时候 比较容易区分出来说 这个是要用挖的 这个用雕刻的 这个是用切割的 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加工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通常也会把它做打勾的动作 这是我们几个比较常 用到的机器的设定的部分